一群众用手机拍摄的视频 一个男童挂在防盗网下不断地挣扎 而此时孩子的母亲王女士出门去倒垃圾了 一阵风吹过大门自动关上了 她被反锁在门外 听到楼下的人发出呼喊声后 王女士慌了神 孩子挂在防盗网下 而大门又被反锁 就在王女士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位邻居拿来了大铁锤开始破门 孩子挂在三楼高的防盗网下 一楼是四米多高的店面 怎么爬上去失救 大家都束手无策 林大哥是对面彩票店的老板 看到孩子头卡在防盗网上 情况十分危急 他也想着要失救 而孩子的一个举动 林大哥看到之后更揪心了 他想尽办法一定要爬上去救孩子 他一个小孩子挂在那边 而且他就扫举在那边 我看上去连到有点害了 然后他逃转过来 扫在这样后面指下 试试救我 下面人家都看见了 我就很紧张 然后刚好一部货车 我指挥他停在那旁边 停在旁边我爬上去 还有两个人一起爬上去 帮我护上去 然后才上来去 不然一个人也上不去 借助货车的高度和众人的帮忙 林大哥顺着防盗网爬上了三楼 在防盗网下拖住了孩子 孩子转位为安 而此时大门也才被破开 王女士泪流满面 为了表达搭救之恩 王女士给林大哥送去了锦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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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女士说他装修房子的时候 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安装防盗网 而且防盗网的间距还加密了一些 不想三岁多孩子的身体还是会滑出去 事发后 他现在也准备对防盗网再进行一次整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